首先留下來最寶貝資產 終界有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30歲的金牌的武術 我知道李明哲啊 這1010年來的推廣武術啊 都非常的孤獨 非常的寂寞 為什麼 因為奧運沒有這個項目嘛 你看現在參加奧運 日本有空手道 韓國有跆拳道 都有金牌銀牌 啊你練武術一直用也呢 沒有金牌沒有銀牌 反正說不要這樣 所以他非常的寂寞 也這麼詠心 各位我們實在的 各位傭金啊 你們要做他的後盾 各位同學啊 要把武術練好 不要每天玩手機玩電腦 要把身體練好 武術非常的重要 將來 未來 2020年東京奧運 或者2024年 將來一定也會有奧運的項目 不要到的時候 我們的武術都失傳 那就很寡不來 所以全台灣武術重鎮 是胡靈關 啊胡靈關的武術重鎮 是誰的 各位西羅鄉親 千萬不要把武術推掉